哈喽大家好 最近有风有反应说在越冬的时候发现风群有死亡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中风在越冬时出现死亡到底是有哪些原因引起的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自然死亡 因为我们知道在越冬期之前呢 我们的风群里面都会有一些是经过外出采集和劳作的风风 那么这些风风进入越冬期以后呢 它会变成老风慢慢的退掉 由于外界温度太冷 所以呢我们在风箱里面呢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少量的死亡 这种自然死亡的风群的话 它一般是没有大量的死亡这种情况的 那如果说我们在越冬期的时候发现风群有大量死亡的 那么有主要的话有三个原因引起的 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饿死的 因为由于我们养风人没有及时的管理好风群 不知道我们的风群已经处于严重圈壁 没有及时的给它进行这个补助思维 所以导致风群整饿死 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冷死的情况 这种情况的话多发生于小群弱群淡群这种强群 由于外界温度骤降 风箱里面的糖不够或者是群势太弱 不能维持这个风群的一个温度 导致整群冷死 然后第三种情况的话就是闷死 就是由于外界温度比较低 尤其是有一些地区出现这个下雪 或者是温度持续在零下五度以下的 然后呢养风人就担心风群太冷 会把这个槽门给它关上 或者说是在做外保温的时候 整个风箱全部给密封起来 致使风箱内空气无法流通 所以造成风群闷死的一个情况 这个风群死亡的这些情况的话 大家在养殖的过程中一定需要注意的 在中风养殖的道路上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凭 记得点赞关注哦